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要注意 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也不能够放光 开会呢 我迟到了 快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客气 他本来就是我的病人 季大夫 陈飞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必须负责任地告诉您 陈飞现在患有一种严重的综合性焦虑症 焦虑症 对 焦虑症 可是你上次不是说 上次您问我的时候 他的症状还没有现在这么明显 而且我也有疏忽 原来我是不希望夸大事情的严重性 影响到他的工作 况且陈飞也跟我说过 如果他本来没有封 可是不让他办案子 他反而会封掉的 所以我延迟了下结论的时间 这种病会怎么样呢 严重的时候 会伴有剧烈的头痛 出现幻觉 甚至昏迷 这些症状 在陈飞身上都出现了 你的意思是说 陈飞没办法再继续工作 这种疾病对陈飞的影响是致命的 不仅影响到他正常的工作 而且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 本来他这个职业 就有很大的危险性 以他现在这种状况 他很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刻 会出现重大的判断事物 我这么说吧 他很可能 在不该开枪的时候开枪 或者 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突然昏迷 可是在追捕吃烟钢铁厂 报欺案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当中 他没犯上的错误 没错 这也就是陈飞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会在工作中 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强意志 会在一定程度上 抵制疾病对他的侵袭 暂时让责任感和兴奋 代替焦虑和不适 但越是这样 他的病就会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不能自拔 我怎么上这儿去了 你上午为什么去局里啊 我去了吗 可是在陈飞的身上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原来就存在的 不为人质的精神隐患 长期的工作压力 以及某个事件的强烈刺激 你有什么建议吗 他的工作怎么处理 应该你们做决定 今天我们也只是个人之间 对他的情况进行交流 不能算是正式的诊断 当然 我也很愿意继续为陈飞进行治疗 不过他将来还能不能继续当警察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首先要恢复他的健康 谢谢李奇大夫 您不用客气 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 陈飞行 他说他早上接了个电话 通知他到局里来开会的 有人给他打过电话吗 我问了没有 那他的手机上有来电的号码吗 是一个公共电话 打电话那人说他打错了 说了声对不起就挂了 我打断一下 这也有可能是他的幻觉 因为他太想工作了 李奇大夫 你准备怎么为陈飞进行治疗呢 最保守的办法 也就是最安全的办法 让他休息 彻底休息 想什么呢 这里能看得好远的 是啊 这里是属于我们俩的城市 真的 其实我只要有一个 能收留我的房子就可以了 你现在不是已经有了吗 可是我还得上班呢 我每天得接应各种各样的人 去办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样吧 过一阵子 等我们谈判顺利节奏以后 我带你来晚了好 我带你来晚了吗 卫成 你别对我太好了 我想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的心老静不下来 可能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一切啊都会结束的 为什么 是一些事实证明你需要休息 是事实证明我需要休息 还是有人需要我休息 陈飞 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刑警队的副队长 我不能够再实习一个刑警队的队长 这算是规券还是威胁 心里话 真话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刑警队长 坐在家里坐吃等死 什么都不会干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牺牲 需要凶手继续笑容法外的刑警队长吗 我需要一个冷静的 能够在关键时刻置地死地的刑警队长 不是你现在连机会都不给我 不是我没有给你 是你没有把握住 你没把握住 就得等下一个 你相信我有焦虑症吗 你自己相信吗 你自己相信吗 他又晕倒了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焦虑症 而且很严重 他前两天不是很正常吗 你觉得他一次次没来由的出手伤人正常吗 他每天活在怀疑中正常吗 你忘了 他曾经用枪指着我的头 薛飞 你说他这样是不是因为我啊 吕阳 你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归咎于自己 你这样 早晚也会心里出问题的 那你说他怎么办呢 我希望他能积极配合我的质量 老实说 他现在的状态很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很危险 吕阳 陈飞找我说点事 你先回办公室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必须实话实说 我当初答应配合你治疗 条件就是不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塑造了 我是这么做的 可是你仍然犯了错误 你闯进了李卫诚的办公室 那是有人在陷害我 这又是你的幻觉 你现在还有能力控制自己吗 一个健康的人会像你今天早晨那样晕倒吗 你的职责是什么 你是警察 你的职责是保卫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可是你呢 连你自己都保卫不了 甚至有可能去危害别人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不要总是去怀疑别人 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 如果你还想听我的建议 你现在需要休息 你现在需要休息 怎么了 什么手上的 没什么 有什么话你说出来吧 是因为陈飞吗 说玩看 也许我能帮你什么忙 雪飞告诉我 他确诊陈飞得了焦虑症 他变成这样跟我有关系 雪飞说 陈飞这个时候最需要别人的关心 关心是应该的 但你也不要有什么负担 我心里好难受 如果我去看那你会生气吗 早说嘛 到时吃完饭我送你去 看我干什么呀 吃饭 来 绿阳 等一下 把这个带着 他从来不吃营养品的 你就把它放在冰箱里 早晚会用得到的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下来 好 前飞 我给你带了点营养品 对身体有好处 我东西都搁在冰箱里了 想起来就吃点吧 你走吧 别带来了 你走吧 别带来了 你走吧 别带来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回去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陈大德 我都睡了好几天了 你也没法找我喝酒 今天我自己买了 你给弄点个菜 想吃点什么呀 炒鸡蛋行不行啊 来 老规矩啊 我喝水你喝酒 大哥 你怎么了 不高兴啊 哎 赖子 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 有人说你陈大德心里有问题 哎 你跟你跟你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你觉得 你看我像不像心里有问题的人 我正不正常呢 说你心里有问题 哎 你等会儿我看看啊 不想 你真的不想 哎 大哥 你知道一个叫弗洛伊德的吗 哎 我哥们儿 他是一外国人 研究人心里有问题的 哎 比如说吧 你要做一梦 他就知道梦的意思 能说明你心里的状态 你怎么想起他呢 自从你上回跟我说了以后 我一直惦记着这事 我爸 现在正在研究心理 说了不研究出什么了 哎 你别看我剪的那些东西 可不都是破烂 我还剪着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呢 没准对你有用 哎呀 你快别揍了 就你剪那些东西 那都是别人不干的 大哥 这你就不对了 现在有几个人看书啊 给人扔掉的书里了 不一定就说的没道理 你啊 不能光听那医生的 你得给自己好好卖 哎 我给你念一会儿 哎 找 找不着我 行行行 别费点劲了 我不信你那东西 找不着不着 我跟你说这意思 就是说 你爸 本来可能没什么病 可别人说着说着 你自己想着想着 哎 最后你真发现自己有问题了 这就叫 这叫心理 暗 心理 暗示 哎 对 暗示 还有更厉害的呢 哎 你听过催眠吗 催眠 没那么严重吧 当然了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 大哥 我今天买就买的多了 要不你破裂帮我喝一瓶吧 我要都喝了就醉了啊 你不知道啊 我一口酒我都不喝 坚决不喝 大哥 你怎么了 你被催眠了 我现在要做的事放松 你要调整自己的呼吸 吸气 吐息 现在你告诉我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大哥 你别吓我 我那天 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哪天呀 你不喝酒吗 是啊 我为什么会喝酒呢 什么事这么急啊 说吧 苏军 高冰县公安局刚刚给我们打了电话 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说他们那里前两天发生了一起黑社会性质团伙之间的火拼案 在提成几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得到了一条意外的信息 说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的哥哥在十年前被人杀害了 而凶手所用的凶器就是一把自制的弩 而且作案手段和胡建国案完全一致 凶手在哪 那个案子是一个悬案 凶手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还有当事人和知情者吗 十年前那个死者的弟弟就是其中一个帮派的老大 火拼之后生死不明 王中 你连夜感到高平险 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材料 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是 什么 你们什么时候得的消息啊 今天上午 那怎么才告诉我啊 我现在告诉你已经是违法纪律了 我是在阴病休息 可我还是刑警队长啊 我难道没有钱知道案情进展吗 你这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得去趟高平 不行 你私自去高平那叫法外执法 我没有枪没有证件我执程的法案 那就更危险了 而且你现在身体情况 我没有病 我留在脾气没有病 你不能去啊 小林 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了 你必须得相信我 这个案子要是破了 你我这辈子都不想安生 啊 现在我现在事情给你休息 我出远门 我就是去散散心 行吗 我这不是迟阳啊 而且这个案子牵涉到黑社会火拼 林林 我是死了多少回的人了 抽不了大手 小飞 怎么了 没事 莱乐 莱乐 起床了 莱乐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向老师请教的问题啊 嘿嘿嘿 哎 老师 啊 看什么书呢这是 哦 还有这本书 哎 这个书上有没有写 关于怎么摆脱心理暗事 和催眠的方法 有啊 我正研究这样呢 这书上说了 要想摆脱心理暗事 最好的办法 就是换个地方待几天 是吧 真的 哦 那这本书能不能 借大哥看几天 不都赶你 你还看着有用就拿走 不用慌慌 谢了 哎 大哥 你配这方式去哪儿啊 我换个地方待几天呢 学一学印 这本书我走了 走了啊 比我还爱学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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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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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